黄色小鸭上个周末开始到桃园展出了 光是上个周末就吸引了30万人次来观光 一睹小鸭风采 也挤爆了桃园新屋 在后胡堂有50个摊位 那么当初参加新屋乡公所的抽签活动 从210个人当中幸运拔得头筹 没想到却因为动线规划的问题 跟乡公所所成租的区域反而游客比较少 让他们一天贪不一千块 反而是流动摊贩不必付租金生意好到爆 让付钱租摊位的摊贩真的是情何以堪